都说吴蕾是男的代表 这可真的是有依据的 前一阵跟赵露丝直播连麦 他的一个暖心细节让人有点磕了 直播时因为网卡两人最后选择打视频连麦 而赵露丝当时的视角并没有摆正 蕾子先是把自己的小矿移了一位置 防止挡住他 当注意到赵露丝的视角有问题时 立马提醒他 赵露严离婚后 第一个在节目中治愈他的人也正是吴蕾 在这档节目中 赵露丝一点都不思从前的赵小刀 一直沉默寡言 还总是一个人发呆 乌蕾察觉耽误了他的情绪 于是便时时刻刻贴心照顾 不仅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 想方设法的逗他开心 还想了一个解压游戏 故意当赵露丝的出气筒 让他放松一些 后来在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 乌蕾发出声音故意暴露自己 整期节目向来 无论何时都在努力开解赵露丝 开心吗丁姐 有快乐一点吗 有快乐一点 看到赵露丝终于笑了 乌蕾便趁热打铁带动其他男嘉宾 一快逗赵露丝开心 最后还一起录了一个猛男起床铃 送给赵露丝 试问这样的暖心行为 哪个女生会不心动 乌蕾到底有多温柔呢 虽然当面对自己男粉表白时 她会无情拒绝 但当听到粉丝自卑说自己兴趣向有问题时 她是这样回复的 就是兴趣向上面的不太对 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包容 然后都对我比较不太对 对我比较不太对 19年 吴蕾在成都出席某活动时 因为在场围观的人太多 主办方不让吴蕾出去 蕾子无奈到只能吹玻璃 直到最后 吴蕾想到拿手机回复粉丝 细心的粉丝放大看到图片上的字写着 他们不让我出去 这样会撒娇到大男孩 真的很容易符合女孩们的心 而这样真实的蕾蕾 不管对谁都是一样的暖心 每一次参加活动都能看到吴蕾绅士的一面 她不是蒙着在帮女生提裙子 就是贴心的去服穿着高跟鞋的女明星上下楼梯 之前和谭松韵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 主持人故意说起了两人的年龄差 这让作为女孩子的谭松韵有些许的尴尬 而随后吴蕾的一句话 瞬间成功为谭松韵解围 他今年才15相差9岁 对其实我们真正相差9岁 我15岁他6岁 与陈翔一起参加综艺事 原本想坑一下吴蕾的陈翔 但是吴蕾的高请上回答 反而显得陈翔请上低了点 你猜一下第二个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应该是一个女孩吧 年纪大还是年纪小 他不管来多大年纪的 他都是年纪小 他不管来多大年纪的 他都是年纪小 就是这样一个高请上的绅士男孩 近还与搞笑男游戏差别 当他一个人起先起来后 坐在路边休息 一转身发现自己是坐在 静江政府门口 他喷香水是这样的 就是开心什么似的就开心 się来走进去 就这样吧 无力拿花无能笑一万此 triple無奇到剧破坏小能手 在办一个最里面的那一个 这里面那个 对对对 这年轻人 太沉了 我拿不动了 我不拿了 对朋友暖心 对粉丝温柔 还是个灵魂有趣的人 演技也是刚刚的 所以屋里在小小年纪 就身下上映 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无恋爱在机场大耳机的原因找到啦 不想叫你无恋弟弟的网友 现在都开始叫你老公 你喜欢这个新的冲突 我现在就是机场 就是想把耳机带上 因为很尴尬 我知道大家也是开心嘛 有个乐嘛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克服一下 不要在嘴上说出来嘛 不尴尬啊对吧 这个整个东西 怪陶欣斯 心里想一想可以的 心里也不要这么想 不好 不好不好 要好喝的 要整这些乌乌萱萱 对吧 这些东西 好 一群 好 谢谢大家